今天呢教大家做年夜饭的第15道菜 腰果虾热 这道菜要是做好了 全家人都爱吃 在市场啊花5块钱买了两个黄瓜 给它分成大小均匀的成条 一定要把这个黄瓜籽给它包包的去一层 这样炒出来既好看又不沙汤 然后咱们卸到45度角左右 切成零星块 锅中做水少来一点油加一勺演 这样炒完的黄瓜还有虾热啊 比较有底口 先把虾热烫至变色 再放入黄瓜 家人们我主页呀 分享了好几百道美食教程 如果能帮助到大家 给你兄弟点个小红心呗 炒完的黄瓜呀 用凉水重新一下 锅中放蒜片 呛香后放入半烧清水 适量的盐鸡精白糖 倒入烫好的煮副料 迅速的大火翻炒 翻炒均匀以后 立即淀粉勾芡 迅速的让这个淀粉 全部包裹在这个虾热上面 然后呢 再放入提前炸好的腰果 翻炒均匀 少来一点迷勇 即可出国 如果再热闹耍着我这个视频呢 千万别忘了点关注 过年想吃什么 做什么 可以反看一下